据音乐人柯清富透露,知名歌手沈庆因车祸去世,享年52岁,从相关消息得知,沈庆是5月23号晚去世的,他当时骑着电动车,意外撞到了护栏,或许大家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,但是在那个校园民谣时代,沈庆绝对是响当当的存在,恍惚间又曾回到了高中校园,跟要好的朋友站在教学楼的天台上,只为看向远方的群山和漫漫消沉的夕阳, 耳机里放着不停循环的青春,有人说他开创了校园民谣的仙河,可他却不这样认为,只是在那个年代里,他和好友刚好找到唱片公司,这才有了他们校园民谣那拨人,高晓松,老郎,叶贝,朴叔的歌塞满了整个校园,留给沈庆的空间寥寥无几,但是他的歌给人的感觉,总是能给耳朵一种时钟的距离,你在哪里野火,一次又一次拉近了和耳朵的距离,对心灵的渗透,也绝对是 深层次的抨击,沈庆是四川乐山人,是中国内地男歌手,词曲作者,音乐制作人,毕与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企业管理专业,1970年出生的他,有着浓厚的文艺气息,这跟他的家庭脱不开干系,沈庆的父亲饱读诗书,深暗没文化,真可怕的道理, 从小就逼着儿子卑诗写字,唐诗宋词一直是他的拿手戏,偶尔写上两笔也不在话下,使他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,但是这些都不是他最喜欢的,就在上中学的时候,沈庆就很喜欢看书,别人都在嬉戏打闹的年纪,他一个人捧着各种文学作品,一做就是一下午,那个时候还疯狂地迷恋上了文字组合游戏,成了他茶余饭后消遣的主要方式, 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拘泥形式,他打心里是有些排斥的,后来邓丽君慢慢火遍全国,沈庆也慢慢接触到了,各种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流行音乐,他也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希望也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,可以在歌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,在他的软膜音泡之下,直到15岁的时候,父亲才帮他实现这个梦想,那个时候的沈庆,就已经有了自己写课作曲的打算, 但是没有人能理解他,都知道好好读书才是王道,可沈庆偏偏不这样认为,360行行行出状元,一直被他挂在嘴边,直到17岁的时候,他才开始尝试词曲创作,但主要是以写歌为主,17岁的少年有太多的话想说,有太多的故事要讲,但是却很少有灵感去写旋律,因为没有创作的灵感,再加上金庸武侠的畅销,沈庆还一度成名其中,幻想自己就是独善起身的打算, 大侠,这位大侠偶然间听到罗大佑的歌,这才恍然大悟,自己是有些飘了,大侠什么的都是实在有些虚幻,回归现实的沈庆,在19岁的时候,创作了人生中第一首填词作品,一首寂寞是因为思念水,在那个宿舍可以随便串联的年代,歌词被他早一年的师兄谱了去, 后来成为校园民谣第一波被高度传唱的作品之一,为他打开了创作音乐的道路,在读大学的那个年纪,沈庆开始广泛接触各种类型的音乐,时隔三年的时间,沈庆创作出了画时代杰作青春,带着高晓松写的睡在我商铺的兄弟等作品, 他和玉东到处找伯乐的时候,深圳仙客公司决定出自录制歌曲,但是他们坚持要用专业的歌手来演唱,24首《校园民谣》里,青春也成了唯一一首他本人演唱的歌曲,可是青春火了,沈庆作为歌手却不见经传,那时候的同桌的你和睡在我商铺的兄弟,却在全国各地风靡,把校园民谣推向了巅峰,对此,沈庆很坦然,他知道老郎是他们中最会唱的,大学毕业之后, 沈庆就加入了刘卓辉创办的大地唱片,一开始担任企业策划,后来成了刘卓辉的助理,但是一心只想搞创作的他,因为公司内卷太严重,于是选择离开了大地唱片,后来也或多或少参与过音乐制作,直到2000年的时候,沈庆逐渐淡出歌坛,直到2010年后他才重新回归大众视野,在《民谣在路上》的巡回演唱会中,谈起他归隐的这2010年,他有了很多的想法,毕竟人生中, 总会有一个阶段,你会对自己之前的选择产生怀疑,并且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,审慶就是这样,他回忆到刚做校园民谣的时候,他带着平面设计师去清华大学,在他们那一代校园歌手,第一次成规模聚集的西街教室,悄悄在一张课桌上,刻下了一行字,唱一首歌,爱一个人,过一生,那张课桌还有西街教室的名牌, 都被收纳在卡带里,成了校园民谣永远的符号,在这十年的时间里,沈庆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归隐,只是他很少去做音乐,况且之前的他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,当初的那些兴趣,激情,都慢慢消磨在了这个行业中,但是比较幸运的是,沈庆在回来做音乐的这些时间,几乎所有的录音作品,都保持了跟中国顶级音乐人合作,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品质都是非常高的,从14年的时候开始,沈庆几乎所有的作品混响,都是李军去带领完成的,他算得上是全球最好的华人混音师,之后沈庆的歌曲就像是一种常态的创作,他就是当年宿舍里睡在上铺的兄弟,就是在校园草坪上,用干色嗓音唱歌的那个男生,他的表演就像是一把不带任何效果的木琴,没有合唱,没有岩石,没有香边,就只有普普通通, 普普通通的撕裂,普普通通的回声和共鸣,已经普通到不能再普通,平凡到不能再平凡,但是这些所谓的平凡之中,却有着一份得天独厚的感动,这种原生态的声音,实际上也是校园民谣里最具魅力的地方,正如丁薇所说,沈庆一直在忙全新的音乐剧创作,他还在凌晨的时候感慨即将要录完的部分,即将进剧场开始合唱,用了18个月只专注这一件事,但是音乐剧还没有正式面对, 对观众,这个曾经一路参与和陪伴我们的校园民谣音乐人突然辞世,他的音乐路上留下了些许遗憾,但是他的青春并没有结束,不知道观众老爷对此有什么看法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,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观看,关注我,我们下期精彩节目再见。